聯邦政府週四加強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打擊力度 其中包括司法部對蘋果公司發起的反壟斷訴訟 司法部與16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一切 對蘋果公司提出質疑 趁該公司做了一些違反了反壟斷法的事 目的是要加強客戶對iPhone的依賴 政府亦稱,這家科技據投資其他公司 提供與蘋果的數位錢包等產品競爭App 對消費者與與之競爭的小公司造成傷害 司法部訴訟自在在結束蘋果的這些做法 政府甚至有權要求冊分這家標誌性的科技企業 國會高級談判代表週四公布了1.2兆美元支出法案 該法案將為聯邦政府提供能運作至9月的資金 不過目前還未清楚國會能否及時就該法案採取行動 議員們正在爭取是星期五 22日午夜的最後期限之前通過這個法案 以防止包括國土安全部 五個大樓及衛生機構在內的一半以上部門出現至今短缺的情況 攀出特朗普需要賠償4.6億美元的紐約州法官 亞瑟恩哥龍星期四表示 在下星期一25日的最後限期之前 特朗普集團應該要隨時向法院通報任何獲得保證金的努力 而一旦特朗普不交出保證金 紐約州總檢察長詹諾霞將會展開 沒收特朗普資產的行動 他已經在為此做準備 而特朗普的律師在星期四寫給紐約州上訴法院的信中重申 致付4.6億美元保證金是不可能的 並表示佔落下此前佔賣他房產的建議是不合邏輯、違憲、不設實際和不公平 路易士安納等15個共和黨領導的州星期四起訴拜登政府 其印是拜登政府決定暫時責停止 向出口液化天然氣的設施發放許可證 訴訟稱拜登政府今年1月暫停審批一類許可證的做法是非法 該訴訟稱白宮藐視監管的程序 採取這項行動無法律依據 因為巨大政治壓力和一項和國際賄賂計劃有關的聯邦指控 參議員梅萊德斯星期四宣布 他不會以民主黨人身份參與今年的連任競選 不過梅萊德斯在社群媒體上發布的一段影片中表示 如果自己在5月舉行的審判中被判無罪 他不會辭職 並保留了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傳播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沒有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新嘗裡 形容器 美味 vert 水